郭台铭访美行其中一站 见到我国棒球旅美好手张玉成 张玉成还PO文 感谢郭董对基层棒球的支持 郭台铭访美先刷一波棒球是亮 选择8月8号回国也有玄机 郭台铭新书8月8号出版 当天不排除有重磅消息 而访美前郭台铭行走各县市 被解读拉拢来一地方派系 不仅如此地位参选人 也是郭董锁定目标之一 据了解郭台铭原先预计准备 至少20亿帮助清郭的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如今碍于蓝营寄出防郭条款 漂肃杀位 让郭阵营跟小鸡们绑手绑脚 他意思是要帮忙这些小鸡 他有说可以一起合挂砍板吗 对对应该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就要讲 而这20亿当然包括辅选文宣类 传出郭台铭私下跟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建议可以合挂砍板 费用由郭伴来付 似乎有意跟侯友宜抢当蓝营姆纪 这两个立委我有跟他说 像我们南大院两个立委 因为是郭文党的 伴伴有意见 共赏来去吸引一些人来去支持他 毕竟国民党自从这个党产被抄家之后 他是没有任何筹码去跟小鸡去谈判的 只有党纪只有情乐 对于郭台铭来说 他现在的状况就是要裂解国民党 怕被开闸蓝营小鸡不敢答应 郭台铭有没有被阻淫弹 跟小鸡们招手 对此郭振营不回应 不过郭台铭裤大国有有意味浓厚 势必让侯友宜整合之路更加艰辛